做红烧肉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直接焯水 直接焯水的话,很大一部分营养就流失了 而且肉本身的香味也大大折扣 要像肉吃起来更香,把肉的香味保留住是有技巧的 我们把五花肉放上蒸锅,水开之后盖盖蒸15分钟 这样不但营养不流失,而且做出来的红烧肉会特别的香 蒸好后取出来,把猪皮上面扎一些小洞洞 每天都在废勤旺食,偶心力学的焦做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往上面涂抹一层老抽上下色 因为猪肉腥味的主要来源是在皮上 所以接着我们往锅里加点食用油 然后把皮朝下放入锅里,把皮给它煎一下 这时候注意要盖上锅盖,防止食用油溅到外面 这样煎一下不仅能去腥,还会增加一股浓郁的香味 而且吃起来也会香味不腻,口感更好 用小火大概煎两分钟,出锅之后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砂锅 放入葱姜和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红烧料 用来做红烧肉,红烧鱼,红烧猪蹄,红烧排骨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加入半罐啤酒,去腥增香,软化肉质 要想炖出来的肉软糯不塞牙 记住一定要加入开水 然后倒入到一个大一点的砂锅中 开水的量要冒过食材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这样做的红烧肉,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来肥又不腻,瘦又不柴 做法也很简单,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宽进食大厨